据外媒报道,一个洛杉矶联邦陪审团认定流行歌手Catty Perry,Dr. Luke和其他七个人在他2013年热门金曲《黑马》的版权金权案中负有责任, 即歌曲大篇幅剽窃了基督教绕舍歌手Flam,于2008年上传在视频网站的福音歌曲Joyful Noise。 判决下达三天后,同一批陪审团判定原告本名马库斯格雷·马克斯格雷的Flam损失约1927万。 据报道,佩里将支付其中的380万,她的唱片公司Capital Records赔偿832万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